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来生活时尚 镜头一转就来到生活时尚的到处流程 看到我的背景完全不同 聪明的你都知道 又是介绍新楼的时间 介紹一定有我身邊的好客檔 就是海業地產的Yanna羅小姐 再次來到我們到處留情 和大家介紹有什麼新的屋 有什麼好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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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可以再多一些選擇 來到這個時候 我再請Yanna出來 Yanna 你好 你好 紫青 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 這次我知道 上次我們介紹了一些Cando 我相信除了Cando之外 又介紹過在White Stone的屋 豪華住宅 沒錯 豪華到我的朋友馬上就測試我 馬上賣了 對 很厲害 我們今天來到Long Island 長島 其實長島有很多朋友未來過紐約 長島是非常出名的一個住宅環境 學區好 我未住過長島 所以一定要Yanna好好地介紹一下 在長島有大頸之稱的地方 究竟有什麼好呢 為何吸引一些買家 無論是投資 自住 或者是小孩子讀書 其實我也想聽多一些 大頸其實是來馬上賣最近的一個區域 我們今次介紹的這間屋 就是在大頸的北部 屬於Gwainette Estée 屬於大頸一個非常出名的地方 在Gwainette Estée這個地區 可以走路去長島快線 可以坐火車去馬上賣的Pan Station 最快的話只需要26分鐘 就可以到達馬上賣的Mittown 亦可以步行到北方大道去Flushing 有這個巴士可以直達到Flushing 或者可以自己開車 可以走 Grand Central 或者495 如果是塞車的話 還可以走地區 走北方大道 大概十多分鐘便到達Flushing 如果去馬上賣不塞車的話 也是半個小時便可以開車到 所以這裏就比較難賣的 很熱點 是否可以說搶手 非常搶手 我相信平時大頸的屋子已經很受關注 今次經我們再介紹現在這間屋子 大家會覺得是要快點買 我相信我們在這個節目出門 很快就買了這間屋子 因為我們看到這間屋子 剛才說到環境 環境起碼是方便的 是 上班和買東西都很方便 因為 暴行出來 Norfton Boruwa那邊 已經是一間韓國超市 坐巴士再到外面市區也好 都非常方便 無論是大小孩的媽媽 小孩上學去打理家務 賣東西都不會太遠 是的 這個區的屋子非常交通方便 還有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你去購物 附近有購物 如果你想吃東西 附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日餐 韓國餐 意大利餐 西餐 你可以說的都有在這間屋子 除了這些商業化之外 在Granet Estet 還有自己私人的花園 怎樣私人花園法 你必需要Granet Estet的居民 才可以享用游泳池 溜冰場 Tennis Court 網球場 還有海邊花園 即是你買了一間屋子 屬於這區居民自己享用 正所謂不會太窄 是的 你必需要居民才可以享受 而且你不需要自己打理 不需要去剪草 或掃樹葉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游泳 在家製作泳池 但有一個泳池 打理費很貴 清理水 清理樹葉 冬天和夏天 冬天就要收泳池 夏天又要打開這個泳池 這是不少的費用 不過我想問 最實際的問題 你說到這裡買屋的居民 才能享用私家花園 地稅其實不是很貴 我經常聽說 長島的地稅很貴 長島的地稅分開兩種 一個是長島的稅 和一個區的地稅 所以你所有小區的費用 都會在這個地稅裡產生 雖然長島的地稅 會比市區貴一點 但對於上班一族 或者是報稅人士來說 是一種優惠 因為你住在長島 你不需要給市區的收入稅 所以你每年 你省下3%的 income tax 好比我們在外面 我們要給3%的市區 加多3%的 New York City tax 對呀 你不說我不知道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誤存的 當我們了解之後 還有我覺得 你給稅是物有所值的 學區好 這是最重要的 長島最有名的就是學區 除了Grain Act 是長島排行第二 所以對於學校和小朋友的要求 都比較高 講到這麼多好的條件 講一下這間屋 這間屋一進來 未進來之前 看到外面有一個小花園 是 小花園後面 其實前面已經很漂亮 已經很漂亮了 這間屋的後花園更大 本來的屋主想建自己的 Tennis Court 和泳池 想不到這麼大的可以建 Tennis Court 是的 這間屋的地 有1.51 大約1萬多呎 所以後面的面積非常大 所以小朋友有足夠的空間去玩 這個屋主本來想在後面 加建一個泳池和網球場 但是由於後來才發現 原來附近有自己的私家泳池 私家網球場 所以沒有必要花這個錢 有很多 對 製造了一個泳池 一個池 對 讓自己可以在家裡享受 一望到後發現 哇 有一個很漂亮的樓水 小花園 對 這間屋我看到的環境 是非常適合大小家庭 都對的 所以無論你家裡有多少人口 都可以考慮這間屋 因為有很多大小小的房間 讓你運用 對 對 這間屋一進去 就會看到客廳 還有一個飯廳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廚房 很大的廚房 還有一個午餐桌 在廚房 二樓有四間睡房 和兩個洗手間 最受歡迎的是角樓 角樓有一個day bag 小朋友很喜歡在二樓 一來就有自己的 privacy 有自己的空間 有自己的空間 小天地 小天地 他們所有的玩具 或是畫畫 在廚房裡 在玩 很正心地玩 還有最好就是 還有一個洗手間 對 就不用走上走下 如果小朋友玩到 我需要洗手間 就不用跑到樓下 不用驚動大人 是的 所以就算你說未曾有小朋友 可以做一個自己的工作室 這個就是了 本身我自己也是學設計的 所以對於這個 廚房的空間 非常之欣賞 因為又有天窗 所以令到整個地方非常光亮 是的 這間屋 在居住的設計 很窩心 因為客廳 不會說大到 找人都找不到那種 小康之家 大小家庭的尺寸 都非常之適合 如果你想考慮一下 是在置業的 又是在市區工作的 都是一個非常之適合的選擇 是 那是否覺得價錢 現在這個價錢 其實都比較適合的 價錢是139.5萬 在這裏周邊的屋 都不止這個價錢 因為屋主想早點放了 所以他們開的價錢 都比一般的價錢低一點 而且因為地位比較大 買家可以考慮 我想建一間豪宅 在這裏附近 新建的豪宅 大概是三四百萬左右 所以就算買一塊地 然後自己建一間豪宅 都是兩百多萬左右 都已經節省了一半 哇 這間屋 我一直走來的時候 附近的豪宅 真的很漂亮 所以你想自己先住 或者將來買 自己重新改建 也可以 因為地位很好的利用 可以給你很大的發展空間 是的 這個地方 如果你想早點去取得先機 你快點去找海業地產 和Yannah羅小姐聯絡一下 因為我們一出街之後 一百三十多萬 一百四十多萬 都不用了 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價錢 因為周邊的屋已經不是這個價錢 我們暫時休息一會 再跟大家去另一間屋看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先讓我看 ramar 我們知道 既然會坐在那裡 我們知道 你的資料 是否等 這個資料 我們知道